第十题,第十题,第十一题是题主 下图烧杯的每个圆圈代表2克的糖 先在烧杯里装80克的水 再加入糖配置成重量百分浓度为20%的糖水 这个是甲杯 接着把烧杯内的糖水倒出一半 这个是乙杯 将乙杯继续加水 直到和甲杯内的糖水质量相等 这个是丙杯 是回答下列第十一题 那么第十题是我们说 甲杯容易的糖的分布情形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容易是均匀的混合物 所以它要分布均匀 因此我们不可能是A也不可能是C 答案应该是B或是猪 那我怎么样知道是B或是猪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呢 原来有80克的水 那要配成20%的糖水 那我们就要晓得里面有多少的糖 那一个圆圈圈代表的是两克的糖 那我们可以呢很认真努力的说 我们有80克的水 不知道有几克的糖 然后算出来X 这样呢要等于20% 去算出X有多少 也可以简单的想一想 20%的意思就是100克的糖水中会有20克的糖 那么现在有80克的水 那么多一个20克的糖就100克了 那么这样有20克的糖就刚刚好 就表示我们就是要有20克的糖 或者我们直接看图就可以知道 你们看到我们的猪 它这里有八个圆圈圈代表的是16公克 那我们80克的水加了16克的糖 这样怎么配也不可能是20% 所以我们就知道猪选项呢是错的 而应该是呢B选项 要有所谓的10个圆圈圈代表20克的糖 因此第10题问我们说 假杯荣誉中糖分布的情形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